老闆啦,現在外面的日本會,都拼到這樣 我們的價錢又跟不到別人,我們是要怎麼做?要怎麼辦? 你現在做店長的,你現在做店長的款已經很大,想想辦法看要怎樣 我是覺得說做不到的價格就放棄,做得到的價格就盡量去做 我們要一樣在我們店裡偷偷的跟人家拼一下 也不要講偷偷啦,就來店裡的客人性價比比較高的,常來的啦,諸如此類的 價格就是說盡量做到人家可以想要的價格,那權限就交給你去管理 然後再來就是不要跟廠商有任何的造成廠商的困擾為止 那就是來店裡的客人,很簡單啊,就恢復到以前三國時代嘛 就要撞嘛,反正現在都撞到這樣啊,不然要怎樣 那你就要怎麼做啊,所以來店裡都有優惠價,特別 不用找我老闆,找我就好 這樣就可以了